小小乐园 报效历史 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 我是下图专介台的小主播宇童 北州虽然灭北齐后国力兴盛 但是北州宣帝奢侈浮华 沉眠酒色 政治腐败 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 外戚杨坚趁机将北州仲臣外浅 曹正逐渐由他掌握 大象二年六月八日 北州宣定必死留访正义 教兆以杨坚为总之中外兵马士 不吃年幼的北州境地与文产 以大丞相身份辅证 扬州总管 玉池炯 允州总管 司马肖曼 与益州总管 王谦等人 不满杨坚专权 联合叛变 反抗杨坚 但被杨坚所派的韦孝宽 王毅与高炯等人评定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 北州境地 善让地位于杨坚 杨坚登基为帝 及隋文帝 建国隋 定都大兴城 北州父王 隋文帝意图难灭南朝城 采纳高炯的策略 干扰南朝城的农业生产 破坏陈国的军事处击 使陈国损失严重 而又疲惫不堪 隋文帝与隋宇突厥之战胜利后 开皇七年十月 被除西梁国 隔年发动灭陈之战 隋文帝命 晋王杨广 为行军元帅 前王杨均 和亲公杨肃为副帅 高炯为参谋 王少为兵马 为司马 兵分八路功臣 杨肃帅水军 从巴东顺长江东下 与荆州流人恩 与联合占领沿州等 上游陈军防疫 由公安 由公安东元县康中 中游陈军 也被杨骏军 祖于汉后一带 为下游隋军 创造有力条件 下游隋军主力 成臣朝欢 渡元慧之机 分路对江 秦军总管 韩秦虎 陈若碧 四两军前击建康 与宇文树军包围建康 开荒九年二月 随今进入建康城 无臣后主 陈王 开荒十年九月 随派 使臣 伟光等人 安抚岭南 显夫人 率众迎接随使 岭南诸州 西围随地 随朝统一天下 开荒之志 是随文帝 在位开荒年间时开创 当时社会民生富庶 人民安居乐业 政治安定 随文帝阳间 倡导节俭 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 费出了不必要的杂税 并设置股仓 储备食粮 阳间成功地统一了 已经数百年 严重分裂后的中国 从此中国 在大多数的世纪里 都保持着 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政治方面 随文帝统一中国后 一面 宫情简朴 一面采取了许多 有利于 巩固政治 的 行为 由于他明白到 自古帝王 未有好奢侈 而能 久长者 所以 由他 辅佐的开始 就 提唱 生活 节俭 宫中的 妃妾 不做美事 一般是人 常用布 薄 赤袋 只用 铜铁 扶脚 不用金玉 文帝曾享用 胡粉和 织成的 衣领 然而搜遍 宫殿 都找不到 这种 宫行节俭 使人民的负担 相应得到减轻 而且有利于 各项 措施的推行 任用官员 不宪 门帝 为财 事举 通过考试 以取释 门帝本人 又 功臣节俭 整齿 立志 曾派人 群世 河北 五十二州 罢免贪官 罢免贪官 巫使二百余人 又财态 地方 荣原 约十分之三 他还 宽简刑法 删减 钱袋的苦刑 制定随律 使嫌法 使刑律 减要 以心带众 以死 化死为生 经济方面 防北魏的 均填制 执行 云田法 定丁南 分田八十目 永夜四十二目 妇女则分路四十目 又简面 妇义 清瑶 清瑶伯父 与民休息 如改成丁年龄 为二十一岁 又田仍是十八岁 妇义少三年 又改每岁三十日 义为二十日 简条 捐一匹 为二帐等 此外 文帝下令 重新编定户籍 以五家为宝 五宝为旅 四旅为族 开皇出 游户三百六十余万 平臣得五十万 后增至八百七十万 为机股房机 不广设仓库 为分官仓 一仓 官仓做粮食转运 储机用 一仓则被救济之需 文帝又致力射建建设 在原长安城东南 迎建新都大兴城 开凿广道渠 自大兴 饮渭水 至同关 比利关东 曹运 学术文化方面 文帝大力 文帝大力推唱 一唱文教 广求图书 他有鉴于长期战乱 官书散意 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 凡县秘书兼一匹 经一二年图书大辈 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 为广制人才 退出九品中正制 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 选拔官员 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 为名全国教化 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 文帝下诏制定理乐 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军事方面 鉴于南北朝晚期 突厥借强大的军事力量 不时侵扰北周北齐 不随立国后 随文帝便派兵 攻打突厥 后来更采用 离间分化策略 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 以此交战不已 随得以消除北固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 随在文帝统治的最初 二十多年间 政府清明 政治清明人口增加 补库充实 外患不生 社会呈现了一片繁荣 历史称为开皇之治 开皇时期 政治清明国力强盛 是随朝的极盛时期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贺子涵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指18世纪60年代 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 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改变 它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 而争取机器是这个时代代表性的发明 在这个时间段 机械化工厂还代替了手工工厂 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密切 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 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 也很快成为了世界强国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 英国工厂手工业最为发达的 棉纺织业 之后又扩展到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 1765年 职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仿杀机 珍妮仿杀机的出现 首先在棉纺织业引发了发明机器 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 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1785年 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的投入使用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 得到迅速推广 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 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传统的手工业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管理 提高效率 开始出现工房 安置机器 雇佣工人集中生产 这样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成 组织形式 工厂出现了 工厂成为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法国一些纺织业 已经开始使用于机器和蒸汽动力 其他工业部门也逐渐效仿 大约与法国同时 美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 19世纪中期前后 工业革命在西欧和北美 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同时 也在向世界其他地区不断扩展 俄罗斯 日本等国家也在这个时候 陆续开始了工业革命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 从生产领域产生变革 需要提供动力支持 蒸汽机的改良 推动了机器的普及 以及大工厂制的建立 从而推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新 这场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 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 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推动了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思想领域 世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改变 这一期的报销历史就在这里 我们下次见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亚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年 今天我会继续讲李小圈上学季 莫老师的表扬 西亚图 上学的时间到了 我赶快把获得表扬的好消息告诉老爸老妈 还有猫先生 我背起书包正准备走出教室 李却拦住了我 不许走,李小圈 今天我们直直 啊,是吗?我竟然忘记了 李莉批评道 李小圈,饶动的事你似乎从来就没有记得过 这个李莉总是这样尖酸刻薄的 我明白了 她一定是嫉妒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李小圈,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快去扫地 好吧 我只好乖乖地放下书包开始扫地 半个小时后大家把教室打扫干净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刚一到家老妈就走过来 李小圈,你怎么今天又这么晚回来? 是不是又让魏老师留下了? 这个,我故意挠着头 面露难色 我这就给你们魏老师打个电话 我故意阻止老妈 老妈千万不要啊 老妈听完我说的话 果断地拨通了魏老师的电话 魏老师,您好 我是李小圈的妈妈 今天李小圈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 魏老师在那端告诉老妈 我是因为今天值日才回来得晚 老妈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魏老师,李小圈今天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啊 魏老师告诉我妈妈,今天我不但没有惹祸 我的作文还得到了莫老师的表扬 老妈挂着断了电话 一脸喜悦地对我说 李小圈,听说你的作文得到表扬了 我却一脸严肃地说 没错,我的确获得了表扬 可是老妈,我要批评你 你批评我干什么呀 你怎么总觉得我有犯错 难道我的名字叫你犯错吗 老妈这是不好的习惯 好,我一定会改 老妈认错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好吧,我就原谅她一次 我接着说 老妈,我今天获得了表扬 你得奖励我 说吧,奖励你什么 老妈爽快地问 奖励我实在方便面怎么样 你是不是又想把方便面送给猫先生 是啊,要不是猫先生给我指导的作文 我的作文怎么会写得这么好 还得到表扬呢 方便面有什么好吃的 老妈给你做一桌子菜 你把猫先生请来家里吃饭 上次我就邀请猫先生了 他说他自己不太喜欢去别人家串门 那老妈给你生一条鱼 你给猫先生送去 好好感谢他一下 这个好,猫吃鱼 他肯定爱吃 老妈收好了鱼 我也写完了作业 我端着鱼的盘子向猫先生家走去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小心,一定要小心 不然猫先生就吃不到鱼了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不知道谁在地上扔了一块香蕉皮 你们猜怎么样 我一脚迈过了香蕉皮 稳稳地端着盘子走到了猫先生家 谢谢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会摔倒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还没走进猫先生的房间 就听见屋里有人说的 谁家做的鱼啊 好香啊 我觉得猫先生应该改名叫做狗先生 他的鼻子可好 可好灵啊 我端着鱼走进猫先生的房间 猫先生,您看 这是我妈妈特地为您烧的鱼 猫先生一看见鱼 一下子就站起来 哈哈,明小圈 你妈妈太够意思了 我正好饿了 猫先生一边吃鱼 一边把我今天得到表扬的事 讲给他听 猫先生得意地说 我早就说过 只要你给我两包方便面 我绝对可以给你指导书一篇好作文来 我称赞道 嗯,猫先生 您演出我明小圈的偶像 对了,您能不能让我看看您写的文章 我们认识这么久 您还没让我看过呢 猫先生答应了我的要求 递给我了一本科幻杂志 这本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我写的 你看吧 我翻开杂志一看就没了兴趣 这是一本晦涩难懂的科幻杂志 猫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人脑交换术 猫先生,您还有别的文章吗 我不太喜欢看这种科幻的 有啊,猫先生又拿出了一本鬼故事杂志 你小圈,如果你胆子够大就看这篇文章吧 我赶快把杂志还给了猫先生 猫先生,我可不敢干这种杂志 您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小学生读的文章吗 你说的是童话故事吧 那我可没写过 那您为我写一篇童话故事好不好 我请求道 你小圈,不瞒你说 你房子都快交不起了 我得赶快写几篇能够投稿的文章 投稿的文章 童话故事也能投稿啊 我的童说李莉就把她的文章投给了《红影精》杂志 真的吗 你有这本杂志吗 正好李莉给我的一本 我这就给你拿过来 我赶快跑回家 把《红影精》杂志拿给了猫先生 猫先生翻开杂志 看见了中稿启示 高兴的说 太棒了,你小圈 今晚我就给你写一篇童话故事出来 谢谢大家收听故事 你记不得 《红影精》杂志 好问题啊 紫涵你是为什么喜欢历史呢 好问题 这个就是有好几种原因吧 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是真的数学和科学学不进去 好吧 我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但是是只有科学学不进去 我的数学还是可以的 但是历史对于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 但是数学每次结出题来也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听说 紫涵你只喜欢历史 没有啦 我那个写作什么的也还挺喜欢的 现在主要就是 现在我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就是 主要的是历史了 我现在也不也跑去像模拟联合国这种东西了吧 那庆妍呢 你对历史的看法怎么样 你也喜欢历史吗 我觉得历史嘛 有的时候很有趣 有的时候呢 就没那么有趣 但如果我们就是读一些文章 要有趣 可以看看就是美国国家的历史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写文章 我们因为是social studies 我就写不出来 所以呢就没那么好玩 如果是美国的历史的话 我大部分时间也写不出来 social studies 的大部分东西 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很有意思 我关注的最主要的还是 中国古代历史 就比如之前有意思的话 像上下五千年这样的是吧 嗯 那子涵你喜欢哪一部分的历史呢 你喜欢哪一部分的历史呢 我吗 嗯 我就是比较喜欢像那种国际组织的历史 像比如说那个联合国的历史啊那类的 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就是苏联历史 然后就是中国现代历史 对 那刚好反过来了 我喜欢中国古代 你喜欢中国现代历史 不过没有 这样 这样disgustion 的时候 也可以有更多的idea 来说 嗯 嗯 对 那青年你喜欢哪一部分的历史呢 我听你说虽然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也是比较喜欢的 嗯 嗯 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历史都可以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有趣 因为有各种 淘代这样的 然后美国历史呢 有的时候可以学到 各种地方是怎么建造出来的 然后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 是从哪来的 有什么大家为什么要来看这些建筑 然后各类的一些历史都有他自己的勇气的那一点 嗯 那庆妍今天的故事是关于猫先生很喜欢吃鱼的这件事 那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鱼吗 嗯 我觉得 嗯 鱼还是挺好的 所以 嗯 鱼还是挺好的 但是有 我主要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完法医小说之后 再也不想吃小龙虾了 哦 为什么 爱吃小龙虾的同志们千万不要去看法医亲民的小说 但是我看了没有反应怎么办 那你是个狠人 有一本书里有一个案子是 里面是有小龙虾这个具体场景我就不描述了 因为可能有听的是喜欢吃小龙虾的 好吧 那等有时间你向我描述 这些东西一般对我起不到作用 甚至看了看了一些呃身体 部位的呃描述之后吃的会更香一些 可能是我看不懂吧 我觉得鱼子很好吃 你们觉得好吃 好吃 好吃 我很喜欢 但是我爸爸 我爸爸总是说 那个 嗯 我爸爸总是说就是鱼子 你如果吃了你就会变得就是不会数数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 吃鱼子为什么会变得不会数数 我妈妈只会说吃鱼子很残忍 一口下去很多个还没有出生的小鱼 但是我是不是很能理解 会有喜欢吃鱼眼睛的人 鱼眼睛我不喜欢吃 我也不喜欢吃 子涵你呢 子涵你喜欢吃鱼的哪一部分 喜欢吃鱼眼睛吗 我对因为我我就是因为我不是戴眼镜吗 然后我从很早我妈就说啊吃鱼眼睛啊眼睛好 所以我就一直吃鱼眼睛就慢慢喜欢吃了 哦我不喜欢吃鱼眼睛我就喜欢吃鱼子 鱼子也很好吃 我以前我以前爸爸妈妈都说呃吃鱼可以变聪明 但是对于我来说被抓到的鱼都很笨 所以吃鱼会变聪明不是很相信 已经能被人类抓住了有多聪明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大家最近有喜欢玩的游戏吗 或者是学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也不知道 学校都比较无聊 我们学校 但是我模拟联合国比赛喜听俄罗斯代表 所以耶 这周末 模拟联合国比赛 俄罗斯代表是个中国人 哦 罗莎罗莎 那亲眼你也很你也喜欢俄罗斯的历史吗 苏联哦对 我不太知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什么 所以我我就是除了美国和中国历史 我其他的历史都不是特别懂 因为我们学校就学了这些历史 可以 梓涵应该是喜欢的 梓涵喜欢苏联的历史 我是喜欢 但是很多都忘了 哈哈哈 我没有怎么研究俄罗斯历史 那好 这一期的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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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